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15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 为编组预算成为了蓝白 驳回中央政府明年度总预算关键之一 那么为此 欢迎县多位的县议员 15号是特别举行了记者会 呼吁中央不要再欺骗原住民 应该要立刻依法行政 依法编列原住民禁法补偿预算 另外13年为调整的稻米公粮收购价格 在记者会上也特别呼吁中央政府 也应该要提高来加汇农民 立法院会6月表决三毒修正通过的 原住民禁法补偿条例从2025年起 补偿金由每年每公顷3万元提升到6万元 不过原民会并未编组 导致了成为蓝白驳回中央政府 明年度总预算案的关键之一 霍林县多位议员举行了记者会 呼吁中央政府不要再欺骗原住民 应该立刻依法行政 依法编组补偿预算 三毒通过的进法补偿 行政院它并没有依法行政 依法编列三毒通过的进法补偿预算 那其实对我们原住民来讲是非常的亲和以堪 我想族人一听到就是进法补偿 明年有可能不会被编组到6万这些事情 这个等同是在欺骗他们了 所以说对他们来讲会觉得说我们被政府欺骗 从以前到现在还是一路的骗到底到现在 希望行政院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依法编列 禁法补偿请政府要补足这个没有编组的这个职费 还给我们族人应有的权益土地的权益 土地的转型正义在哪里 那你们真的是假民族真的是独裁 我们只是一个只要一个合理合法的 给我们一个公正公平的 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正视 这个原住民进法补偿的问题 现今的一个社会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预算 相关的一个支付的额度增加这么高 那是不是应该予以给增加一些进法补偿的一个奖励机制 给原住民 我们立法机关为了原住民而发声 也希望我们的行政机关尊重我们原住民的权益 行政院可以依法行政 把这个原住民进法补偿 可以边煮边满不要沦为这个诈骗集团 另外对于13年为调整稻米公粮收购价格 也呼吁中央政府应该要调高加惠农民 以花莲的南区一里镇富里乡也是两个大的一个米仓 那么现在每公斤公粮26块 那希望调整为31块 一包的股价就会差了300块 那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公粮的价格的时候 我们也会带动地方的粮商 再收购到我们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价格 要求我们的政府要依法行政 挺严民 挺农民 挺医护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导